女孩从美梦中醒来 一睁眼发现一个男人躺在身边 城主就这样被一巴掌扇醒 着实感到有点委屈 女孩以为城主对自己做了什么 可掀开被子一看 却发现什么事也没发生 然而下一秒 城主突然开始吐血 然后晕倒在了床上 女孩还以为是自己这一巴掌把她打吐血了 着急的不得了 就在此时 高公公奉太后的旨意 让她去给太后请安 可女孩是偷混进来的刺客 不知道该怎么应付太后 就在她慌乱之际 城主拉住她的手 此去小心 万不可先了 你死坊坏的真是谁 随后她便去面见了太后 她本以为太后会很难应付 没想到太后竟然主动提出 让她带着城主出去晚几天 她原本还在发愁 该怎么带城主出去 现在一切也太顺利了 然而他们刚出去不久 女孩就遇到了自己的大师兄 大师兄告诉她 我一排除杀手 我还不要杀你们 如果她死了 你这宝单也失败 女孩还以为是大师兄 想抢她的单子 对她不屑一鼓 可仔细一想才发现 你说什么 东方锦 是宝单 你不会 把她杀了吧 于是她赶紧跑上楼 去找城主 然后带着他们一起回四方会 可刺客也紧随其后 跟了上来 但这竹林不有迷障 他们很快就甩掉了刺客 来到了四方会 原来四方会的掌门 就是老城主的旧城 她一直暗中帮助城主 寻找失踪玉玺的限制 现在终于有了消息 城主便打算亲自前往 可她现在中毒太深 女孩怕她有生命危险 就在酒杯里下了荜药 想拖延她一天 好让自己有时间 去找万毒猪给她借 很快城主就晕了过去 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 自己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城主赶紧上前抱住她 原来在他们喝酒前 城主趁女孩不注意 偷偷调换了他们俩的酒杯 城主把女孩抱到床上之后 就匆忙离开了 等女孩醒来 才发现城主早已离开 于是她便立刻出发 寻找万毒猪 没想到她去的地方 城主便立刻跟了进去 可进去之后 却只见到满地的尸体 好在还有一个活口在 那人告诉城主 她已经将藏万毒猪的地方 告诉了女孩 女孩也已经去取了 说完她就死了 随后城主着急忙慌地 跑出去寻找女孩 生怕女孩遭遇不测 幸好在墙下发现了女孩 女孩把万毒猪交给城主后 便晕了过去 城主本想抱着她回去 不曾想自己也因为中毒 太深晕了过去 等她醒来后 发现自己身上的毒 已经完全解了 然而女孩却不在她身边 此时城主接到密信 女孩去桂花楼找楼主了 城主便立刻动身 前往桂花楼 终于在那见到了女孩 见有人进来了 城主就带着女孩 躲进柜子里 这时女孩看着她的眼睛 回想起之前 她俩在柜子里的情景 让她不得不怀疑 他们是同一个人 于是女孩接下城主的面纱 果不其然 桂花楼楼主就是城主 别装了 东方青